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山西太远的晋池 这次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晋池非常值得看 却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些地方 这里是它的东线路这里 它这里的人是比较稀少一些 它这个晋池在原来是 祭奠这个晋国第一位国君 唐书渔的地方 很多人都是看完这个圣母殿 直接回去了都没有看到这个唐书渔池 这是一个文昌宫 它这里是游人较少 非常的古朴清静 我们现在是走到东面一侧的建筑区 然后是走到北面 圣母殿 它上面的那些还是有建筑 这里有一个戏台 君天乐台 它是在这个观地庙的前面 它上面的雕刻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这个木刻上有流金 梁上有彩绘 看图形的阴晶应该像是八仙 在戏台还有观地庙的旁边 还有一棵古树 非常的娼劲有力 这观地庙它也是一处的古迹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上方的这处大殿 就是供奉的关羽 它这处的建筑具体是什么年代所建 是没有这个资料所记载 现在所看到的这处大殿 它是清代乾隆年年所重建的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观光像 它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不一样 它是身穿抛肤 没有穿盔甲 它的这个大刀兵器 就是放在旁边 在大殿四册 这是历史看很浓的壁画 是记载了关羽它的一生 像是连环画 也是非常的珍贵 大殿旁边的这棵古树 非常的粗壮 它也是有1400多年的树林 整个的观地庙 它也是古墓的清静 游人很少 这个晋词它原来叫唐书鱼池 这个晋地也古称唐 这个唐书鱼 它是晋国的第一任国居 后来他的儿子谢父 把这个唐改为晋 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晋 我们之前在这个圣母殿 所看到的圣母 她就是唐书鱼的母亲 这个唐书鱼 她和周臣王 是异母同胞 所以这个圣母 也就是周臣王 和唐书鱼的母亲 是周武王的夫人 是姜子牙的女儿 易姜 唐书鱼 它最早是叫姬鱼 因为它授封堂帝 所以叫唐书鱼 这是唐书鱼池 来这个晋池 也一定要来这里 来看一看 因为最早 整个的晋池 它也是围绕唐书鱼 而来 这个晋国的第一任国居 它是唐书鱼 大家知道 这个唐书鱼 是如何受风到 这个地方的吗 进来之后 它这里还有 圆带的乐祭树像 前面的这栋大殿 它里面供奉的 就是唐书鱼 唐书鱼和周臣王 他都是周武的儿子 在这个周臣王 他们还是小孩子时候 周臣王在地上 拿起了一片树叶 去告诉唐书鱼 我现在是王 我要将制片唐帝 封给你 让你到这个唐帝 去做诸侯 小唐书鱼呢 恭恭敬敬地 接过了事业 并且对周臣王 行了礼 周臣王感觉 非常的好玩 在后来 周武王去之后 周臣王做了王 就有人对这个周臣王说呢 你现在要将你的弟弟 分到唐帝 去做君主 这时候呢 周臣王就非常纳闷 死官呢 拿出了一段资料 去给这个周臣王所看 这周臣王就对这个人说呢 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这是闹得完了 这就是随口一说 这个人就一本正经 非常严肃地说呢 您会为天子 应当一言九点 如果你老是这么说话不算数 那我们以后是 该听你的哪一句话呢 后来呢 这个周臣王 果真就封这个弟弟 到这个唐帝 做诸侯 也就是唐书鱼 因为他封里在唐嘛 也就是叫唐书鱼 人家叫鸡鱼 唐书鱼来到唐帝之后呢 对当地的百姓非常好 对这里的治理呢 也有很大的功劳 所以呢 后人就对他立妙见词 哇 这两颗排龙柱非常漂亮 这就是晋国一个德国的由来 再后来呢 他的儿子谢父将唐改为了晋 这就是由唐化晋的一个故事 他这里呢 相比这个晋池的主流性 他这里是清静了很多 很多人呢 就看完这个晋池的中中线 那里就回去了 其实他这里呢 是非常值得来 因为整个的晋池 都是以为治理而存在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个 圣母殿 还有这个唐淮周柏的地方 在他这里呢 有一处上去的路 在整个上方呢 有非常多的建筑 它是这个晋池最高的一处建筑 我们去看一看 这是之前看过的周柏 走过高高的台阶 到上面 从这里仰看上王呢 上面也非常的古朴 这里是朝阳洞 里面呢 就是那个石洞 它这个石洞呢 是天然石窟 后就能人工修缮的 而成的 每当这个蓄日东升 阳王呢 最先造地洞内 这呢 也为什么叫这个名 朝阳洞 这里是云桃洞 就往前面去走 还可以往上去看 它这里建筑的配上 今天的蓝天白鱼 非常漂亮 我们到上面去 它这里呢 是戴凤轩 是建于这个清朝康熙年间 在乾隆年间所重修 我们现在已经上到这里 景色非常的好 青云之上 继续往前面去走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 就是这个整个晋池 最高的一处建筑 那里呢 那处大殿就是圣母殿 它这条小道上呢 有挺多的这个门 其实我们的古代建筑呢 它不仅精美 还非常的实用 它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个门 走过这里一道道的门呢 有这种别有洞天的感觉 市中呢 全都是绿枝 它这里有一亭 里面呢 是供奉着神像 它这里呢 有一杯 上面呢 有这个记载 是吕祖阁 那里面应该就是 吕洞宾的神像 它这个清代师妹 真是非常漂亮 它上面的这个 刻花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呢 它这个绿枝和大殿 都浑然一体 之前我们也聊过 这是一个重严的西山顶 市中呢 都有这个琉璃 作为装饰 这里呢 它有处建筑 是在这个高材之上 它是公书子池 这个公书子池 它就是鲁班 这也是鲁班的一个池塘 大家看这个木梁 上面有这个龙克 巧思入神 鲁班呢 它被后世 尊为这个中国建筑的 一个祖师爷 哇 它整个进城呢 可以说是一个 古建的博物馆 坐水母楼的旁边呢 就是南老泉 这水母楼 它最早呢 也是于这个明朝家旧年间所建 大家看这里的斗鼓啊 今天呢 我非常高兴 有幸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我是从这个太原市区 坐这个八五六 到这个景区美口下车 好 我们在这里呢 结束我们今天的 进池之星 下个地方见 下个地方见